OK的可以今天继续的来现场投球 这次因为是有投手的保护前提之下 所以有投手球数的限制 45球以内包括45球就不受限制 像昨天他投了38球可以继续来投 超过46球要休息一天 超过61球的话到105球要休息两天 像是胡志伟 今天台中市的先发投手小嘟嘟 他在6月2号的比赛就投了105球 刚刚好投了105球所以下去休息 所以他休两天就可以再出赛 看到第一棒 这个球出手打成了右边方向的界外球 基层棒球 基层棒球真的是投手的用球数的限制 是一项很重要的观察他们的疲劳指标 所以棒球协会利用这种用球数的一个管理 来让教练们了解说今天这些投手哪些人是已经超过他的用球数 必须要怎么样的休息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最重要的还是教练要了解自己的选手的状况 如果他的那个疲劳是蛮严重的情况 你如果还要让他勉强的去投球 那这次比较容易造成你弄伤害 也有可能就因此然后毁掉了这个小孩子的一辈子棒球之路 是 好看到张俊龙在一派赛面对海中市的第一棒 陈奇远就先省着对方一个见面的一个三阵伸出去 讲到OK 速度的展现 刚刚看到握球是二红线 塞在一个外角的位置 平均每九局的三阵的次数 那现在高中这个阶段出的速度要展现 还要看他们就是一个快速球一个滑球 现场我们看到火药位 那当然也就是因为 新北市 我们先看到这边结果没有出棒 竹力人是被张俊龙给K掉了 竹力人在第二次的打击呢 领到了一张老K 这也是张俊龙这场比赛 偷出第三次的三阵哦 这个球一个遍地的变化球 打击的王浩云是成功被调中 到了三阵 两个人出局了 在这个半局啊 目前前面两次的出局数 张俊龙都是用三阵送老K抓到的 刚刚看到他握球的一个动作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纳扣克 就是一个单节曲球 对 如果你的老爸之前是球员 或是教练的话 他都会准备注意结果这个球 内角球没有出棒 这个半局三个出局数 都是张俊龙送出老K 也形成了三个人出局 在这个半局呢 没有十分 所以现在比输是4比0 一些改变 张俊龙的一个快速球 大概打者都会去设定攻击 那有准备的话 要打快速球的机会就更好 又是一张老K了 第六张老K送出去 今天王浩云呢 三次的打击 有两次吞下了三阵 都被张俊龙给三阵出去 这一次是开着球进了 没有出棒 两个人出局了